澳門天主教教友協進會4月7日聖週五 在松山舉行《現代人的虎路》 大會亦同步在網上發布《現代人的虎路》網上版 為讓各界人士都能夠以不同的方式參與活動 當日先在二隆喉公園集合 祈禱後由多個來自多間學校 以及稱為世青團的青年教友 抬起十字架往松山出發 沿途中唱歌詠 全程共設虎路五處 每處都由青年代表讀出一段有關成長所面對的困難的分享 亦還讀聖言 帶領默想及祈禱 讓教友默想耶穌的虎路 同時亦反思現今社會 在即食文化和成效為本的風氣下 本澳青少年成長中所面對的各種問題 今年活動特別邀請到澳門教區首目李賓生主教 和青年人一起抬十字架走虎路 完成拜虎路後由李主教致訓免 他指出 每個人都要走各自生活中的苦路 部分生活中的痛苦是來自世人的軟弱或者罪惡所引致 當我們面對痛苦的時候 心裏面小不免會感到沮喪 孤獨 無奈 自怨自喊 甚至是怨天猶人 這些心裏的黑暗 讓我們忙卻心裏的光明 遺忘身邊人對我們的關愛 他提醒教友 要謹記我們是天主的子女 天主會與我們同行 他寄予各參加者 面對困難的時候不要孤立自己 要放開心靈 多同神師或知心的教友傾談 發掘天主賜予我們的恩寵之餘 亦能夠結伴同行 該會理事長謝廟霞邀請教友 反思活動中觸碰到心靈的地方 他提醒教友 今天並非我們陪伴耶穌走虎路 而是基督一直陪我們走我們的人生路 帶領我們走出低谷 找出路 他感謝聖約室教區中學第五校的校目 將進見神父和該校師生 特別製作現代人的虎路網上版 讓未能參與的教友可以一同反思 有份參與台十字架的聖約室教區中學學生都表示 感受到耶穌當時一個人台十字架的辛苦 其中蘇明康同學表示 就拜虎路時候聽到的故事 他身同感受 而羅諾恆同學就分享 他當時想像到耶穌在虎路上受鞭打的情境 感受到他的痛苦 而徐柱威同學則表示 這次拜虎路讓他反思自己在成長過程中 應該要怎樣分配投放在興趣 以及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金曉晴同學就提到 當日聽到的故事 能夠反映社會現況 以及青少年的心聲 他認為大家應該積極面對這些問題 並深信耶穌會和我們一起面對這些困難 就讀粵華中學的趙樂妍同學表示 雖然台十字架辛苦又疲累 但知道自己能夠陪伴耶穌都感到值得 雷嘉誠同學則分享 在拜虎路的過程中 反思到耶穌為我們的罪而犧牲 他希望能夠透過耶穌基督的教導 能夠改正自己的過範 當日也有聖心女子英文中學的學生參與活動 另外有份和李主教一起台十字架 參與教區稱為金替世青團的黎嘉進表示 台十字架的時候 感覺自己分擔了西門的工作 而路途中會有上山下山的斜路 相信耶穌當時都一樣 耶穌更要赤著腳走苦路 他感到自己穿著鞋是十分幸運 也明白耶穌當時非常辛苦 但是仍然甘願為我們捨棄生命 是愛我們到極點的表現 他又指出 現代人將吃喝玩樂放到首位 忘記了天主 他在四旬期反思自己有沒有愛耶穌 有沒有當祂是朋友甚至是家人 也或只是相信祂是宗教上的一個角色 與自己沒有建立一份親密的關係 與耶穌交流並分享自己的生活 他建議現代人少看手機 在生活中放時間去祈禱陪伴天主 謝謝你